六十七天 一千六百零八小时 三十六位优秀少年代表 历经华财出两项 我给你这个 帅 这是高手 没看够 对 没看够 不要害怕 我觉得还是要坚持的 五年 十年以后 你觉得还会是像 你现在以为的样子吗 一为一创意佳颜 漂亮 漂亮 这样的比拼 不管是输赢 都会觉得是 开心的一件事情 小组主题创演 融合得特别好 所以是完美的一个节目 对 小李勤费 他那个唱得真挺好的 都唱基地歌大起来 我觉得是一个 蛮好的团体的一个节目 一百四十个舞台呈现 他们用汗水浇灌舞台 用拼搏赢得掌声 好有感觉 他们手正创新 彰显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的澎湃生命力 他们融入了新的一些 年轻的想法在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融合 他们碰撞突破 图写国风艺术 在青少年群体的华彩瞬间 这一组表演也真的是 震撼到我 一个字 帅 和声的交织 我觉得设计得特别好 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今天 他们再次相聚 将两个月 集大成之作 尽情绽放 尽情地享受 这个舞台 带给你们的快乐 把自己最好的那面 表现出来就好 能够站在这里的每一位少年 都是最优秀的 传承往西 脚踏实地 无惧未来 上线吧 华彩少年 我们的未来 点亮2021 华彩盛典 即刻上线 欢迎来到 上线吧 华彩少年 毕业典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彩少年 欢迎收看由抖音APP独家冠名播出的 首档台网互动 国风创演节目 上线吧 华彩少年的华彩盛典 打开抖音APP 记录你的华彩瞬间 欢迎各位上线官的到来 在此欢迎 欢迎各位上线官的到来 今天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要共同见证 最终在36位少年当中 我们有4位可以成为华彩少年的代表 在今天上线 他们是谁呢 我相信此时此刻都特别地紧张 各位上线官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让他们也放松一下 少年们 在上一个舞台上呢 我欣喜地看到了 你们对传统文化继承 发扬 创新的态度 看到了你们朝气与活力 也看到了你们的快乐与友谊 那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对你们说的是 希望你们每一位都能够放松心态 尽情地享受 这个舞台带给你们的快乐 今天这一段经历 会伴随你们今后不断地成长和进步 未来呢 更多的舞台将等待着你们 去上线 等待着你们去天才 祝福你们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接到 华财盛宁的邀请 我觉得能够站在这里的 每一位少年都是最优秀的 你们都是用热血感染了整个舞台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了国风文化 希望你们不忘初心 努力坚持 新的时代主角就是你们 加油吧 非常高兴也很期待可以看到你们在华彩盛典的表现 那希望你们可以享受舞台 不要紧张 把自己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就好 那只要努力让每一天都超过前一天 那今天你就是最华彩的少年 加油 感谢各位上线官的祝福 其实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几位上线官之外呢 一路走来 我们经过了国风少年成长计划 有许许多多的上线官都帮助过我们这些少年 那有一些虽然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他们有很多话也想分享 也想说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国风少年成长计划助力团成员 华彩少年上线官霍尊 在这里呢 希望全体的少年们充分珍惜舞台的这个经验 然后好好成长 好好感悟 赛出水平 赛出风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国风少年成长计划助力团成员 华彩少年上线官周深 希望所有的少年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都能够追逐到自己的梦想 在创演的阶段 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住最好的状态吧 不要太累到自己 照顾好自己 要拿出我的一个曾经的一个口号 就是鼓励 鼓励 鼓励鼓励 好 希望他们能够珍惜机会 尤其是华彩少年给他们的这个舞台 他们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 他对整个舞台的认知和表演艺术的一种 由心而发的一种热爱和敬畏 将会影响他们未来整个人生 华彩少年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马上就要迎来 你们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表演了 尽管这一次不能到现场和大家一起 但是我也会一直为你们助力天才 这一次只是你们演艺道路 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开始 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你们只要全情投入 每一端经历 每一个作品都会为你们天才 希望我们的华彩少年们 可以更加的努力在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 加油 华彩少年 加油 上线吧 华彩少年 期待你们上线 华彩少年 期待你们上线 华彩少年 请加油 今天我第一次来这个舞台 我很喜欢这个舞台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部分呢 就是上面的这一个 一个少年的侧脸剪影 这绝对不是一个安逸和享受的姿态 这绝对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姿态 头顶群星闪耀 万千星座当中一定有那么一颗 是属于少年的梦想 总有一天 我要成为最闪耀的一颗 这些星星 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也做好准备了 它们需要我们最后为它们加把油 我们的口号叫 上线吧 华彩少年 而且我知道我们的主题区里 有一个很标志性的动作 是一个超人向上的动作 没错 积极向上 包括我们这个脸部 不如我们就请各位上线官 我们一起为少年们加加油 让他们获得实现梦想的超能力 好不好 好 来吧 我们的少年的咱们一起来做这个动作 好不好 好 来 一 三 二 一 上线吧 华彩少年 从风含一人年 你上线吧 华彩少年 他不冲到莫浪连 上线吧 华彩少年 已经战绩 勇敢来冲锁 上线吧 华彩少年 谢谢各位老师 好 有请华彩盛典的16位少年登场 好 欢迎我们16位少年 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16位少年将分为四组 代表了四个不同的主题 分别是华彩 风骨 点亮 蔚来 正好意义着华彩盛典我们的蔚来 点亮2021的主题 二次创演当中 我还记得有12位少年暂时上线 今天在舞台上 一共16位 多出来的那四位 究竟是谁 请自动上前一步 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在华彩盛典中 你们将决逐最终的四个上线名额 与此同时 你们还有机会 邀请四位暂时未能上线的少年归队 他们既有可能成为你们在小组创演环节中的最佳队友 也会成为你们在个人创演环节中的最强对手 复活吗 既是队友又是对手 这四位少年是谁 将在本次选取分组环节后公布 天哪 首先我们来揭晓一下四首歌的主题 我们要进行选择了 按照你们第二次创演的排名进行选择 不行 我的手在抖 第一位选择的是 方杨菲 东谷 第二位 黄新月 博宇豪 张小涵 点亮 田仙宁 黄新成 花族红帆 最后的沈博怀 每一个小组目前有一个小组 三位成员 也就是说第四位成员 将从未上线区的少年当中产生一位 综合他们的初舞台的成绩和创演秀的成绩 加上两次创演舞台的成绩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排名 张鑫 刘峰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两张最佳队友卡 最佳队友是安 是自己选吗 对 这两个名额由你们自己来填写 每一组派出一位来到这领取抖音卡片 那两个B选项 张鑫和谁 张鑫和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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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虽然很强 但是 然后但是 唱不跳的话可能会有点吃力 然后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拼搏 对 写好了 来 正式地宣读 《华彩少年》 《华彩少年》 《华彩少年》中影 我们诚挚邀请你 作为我们的最强对手 也是最佳队友归队 上线吧 《华彩少年》 我挺想张家丽的 其实 他声音好亮 对 我觉得我们要选强的 超级最好的就是 男的就是颜帅 女的就是张家丽 老师我们写好了 写好了 来 《华彩少年》 《华彩少年》 我们诚挚邀请你 作为我们的最强对手 也是最佳队友归队 上线吧 华彩少年 那还剩下两个是必选的 田先宁 我的两个人选 张嘉丽跟张雨晴 华彩少年 刘峰 我们诚挚地邀请你 作为我们的最佳队友 也是最强对手归队 上线吧 华彩少年 华彩少年张雨晴 我们诚挚邀请你 作为我们的最佳队友 也是最强对手归队 上线吧 华彩少年 好 恭喜你们组队成功 那期待着你们 和你们的最强对手 以及最佳队友 在最后我们的华彩盛典当中 华彩亮相 期待你们的经验呈现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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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小妮 钟颖啊 她在这个舞台上 从最初的出舞台的创演 一直没有这种缘分 可以上台成组和大家见面 我是非常幸运地被 方杨飞 博宇豪 还有黄心燕 他们三个人选中 然后就很荣幸地成为了风谷组的其中一员 然后我现在非常激动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小组的创演 然后我希望我经过这几天的训练 能够不辜负他们三个人对我的期望和信任 那方杨飞 你说一说吧 为什么选了他 首先我是想说 我们华彩少年都是卧虎藏龙的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优秀 对不对 终于也是其中一位 他也是非常棒的 我觉得他信任我们 我们也信任他 我们也会好好地努力 完成好我们的作品 好 谢谢大家 那如果最终的结果是 你选出来的队友 成了把你干掉的对手 你能接受这个结果吗 我就祝福他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 真的特别好 已经成了好兄弟 好姐妹 好朋友 但是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只有拿出所有的实力 殊死一搏 为梦想 为自己 为我们的青春和少年的梦 各位加油 加油 第一组的第一轮的创演即将开始 各位加油 来吧 今天我们是以少年作为主题 在我们的这个嘉宾席当中 就有两位少年 一位是王俊凯 一位是欧阳娜娜 和他们年纪相仿 小凯现在还算少年吗 我算 我们永远都有少年心 只要你心中 永远有着那份青春的骄傲 你永远都是少年 看颜威威老师站在舞台上 放声歌唱的时候 他就是一位少年 没错 颜老师 您同意吗 不敢同意 给点面子 好 那在我们今天的华彩盛典的创演舞台 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有请小宁为我们介绍一下 本次创演的规则 规则很简单 但是每一条都极其重要 所有上线进入华彩盛典的少年 将进行小组创演和个人创演两轮展示 现场的八位上线官和120位华彩团的成员 将为少年们的表现进行天才 小组创演和个人创演两轮天才结果相加 排名前四的少年最终上线 让我们进入抖音华彩时刻 期待第一组少年的华彩绽放 加油 因为完全是舞蹈嘛 然后风火进来 我们还是有些苦恼 不知道该怎么加入它 然后整体的配合 难度也会增加 我很有顾虑 我是个搞音乐的 和三个舞者在一起 我们要碰出漂亮的火花 这个很难 已经到最后一个阶段了 不管是以什么形式表演 就一定要有一个团队 有一个团魂在 这样子没有什么困难 是解决不了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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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欣赏 我只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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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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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菲卖为师 没关系 不要影响你们的表演 不要影响状态 花菜团请注意 由于我们有一位少年的话筒 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会一会儿 重新开启你们的天才通道 你也会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吗 很少 但我觉得可能会影响 可能影响他的心态 是吧 如果是表演就还好 但是比赛肯定会影响到 我觉得 这个时候就考验他的心态了 能不能承受得住 我觉得会紧张 真的 因为这样很难受 其实是 稳住 稳住兄弟们 调整心态 加油 我们可以的 围围围 一一 可以 有的 有的 刚刚花菜团的天才通道 重新清零 现在 本组节目 天才之通道 正式开启 加油 没事 烊松 操 Kane与 黄金äch 橇红色色的披风 上轿将军 马上就要息人 带领弟兄们一下五十七宫也不会当那流过血的心被白白牺牲 那手气凉我都去坐在群长 慢慢心想 也得在这装的冰箱 不连正常都不顺服也早就挂在身上 这烟花不断今天我的心脏 文桃美酒 夜光杯 鱼饮琵琶 马上醉 醉我沙场 君我笑 鼓来征战 几人欢 大漠红红红杀 扫过寒天 沙尘中将军融入蔓延 万组终于光源济空间 是沙尘下生命炮则燃血 是不轻的派我背后半径轻轻烈 但这一场真是完结 再给掌尽烦情冬天 送军后意 十足精锐正在假灭 把困盘 刀剑全都放在床边 随风刺厚 也纷纷抓上马背 奔向四面缓缓盛盛情的浪漫 独有冲锋把敌人真心打碎 十两千群自破一惊当先 独有冲锋把敌人真心打碎 十两千群自破一惊当先 滑下好男儿不管敌人哪位 那都一定飞得起来百姓和苍天 葡萄美酒 夜光美 鱼鹰琵盘 马上醉 醉莫沙场 君莫笑 一人都二氏 一人都五万世散 其二珠 fun 大龙楚乃乃乃室 倒过暗天 请不撒前 冰东斜 下场终于将军公入曼妃 完全从不必定攻 倒过暗天 请不撒前 冰东斜 下场终于将军公入曼妃 完全从不必定攻 黑暗下身的炮河燃血 是一切的排位 被我拔天轻重点 等着一场真实万劫 在一生情半情永远 看不出一切大火焕天 城堡下千亿并无限 山中将军攻入满园 完全从不及不见 黑暗下身的炮河燃血 是一切的排位 被我拔天轻重点 团结一生真实万劫 在一厢情半情永远 谢谢四位风鼓组少年的精彩演出 那接下来一起进入抖音天才时刻 有请各位花菜团的成员 再次确认是否要为这四位少年天才 倒计师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请关闭天才通道 各位上线官 请根据这一组少年的表现 在专业评测卡上 给出零到十等天才值 刚刚的事故对我自己的状态 和我们舞台整体的表现 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挺紧张的 有请导演上台 收集上线官的评测卡 计算总分 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和你们的作品 大家好 我们组是风鼓 我们的口号是 等这一场盛典完结 再给少年们办庆功宴 好 做好了 这个作品的创意 是你们共同完成的吗 这个作品我们想表现的是 我们中华好儿女 然后保家卫国 在沙场中征战的 这种针针铁骨的精神 我刚才看到 其中有这个剑舞 这个是你们谁设计的 对 这个是 首先是 博弈豪在出台的时候 他又有那个展现剑 然后我自己也学过剑 我学的是武术剑 这一次我们 听完这个音乐之后 就感觉立马想要奋战 心中的火焰 一下就燃烧起来了 就想能不能加一段剑 在里面双人舞剑 如果用得好的话 我们觉得应该是 一段就是点睛之笔这样的 那你们自己对这个作品满意吗 其实还是心态上 就是会因为刚刚的事故 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更紧张 会 更想表现好 因为开场正是那么大 大家的就是兴趣都被调起来了 然后如果我们完成不好的话 感觉就是虎头蛇尾的 对 其实我刚才 我在唱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耳机里面 就是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 我说 哎呀 我说声音没有了 那我就靠肉嗓喊吧 我已经在想着 我说后面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的时候 然后刚刚音乐停了 我觉得这样也给我们一次 重新的机会 我觉得挺好的 对 其实你们刚才的这个话筒 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跟小凯交流过 我说在你的一些演出当中 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 突发的情况 在我的演出中 遇到一般话筒 出问题的时候 也会有 但是比赛 我觉得状态 跟在演出的一个 两个状态是不一样 所以在比赛中 我觉得你们 刚刚那个事故 到最后的完成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完成 我觉得已经是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往往这个失误之后 就这种影响 就考验你们的心态的调整了 在舞台上也是一种 历练的机会 其实小凯有一次 演出的时候 他曾经话筒 真的出过问题 你知道是谁救了他吗 是现场的粉丝 他话筒没有出声之后 现场的粉丝 就开始接着唱 直到工作人员 把话筒 新话筒拿上来之后 他才继续唱 所以通过你们的努力 要收获一票 喜欢你们的粉丝 会成你们的托底 托着你们向前走 方杨飞 提一个小小的意见 我建议 当大家要有这种 大幅度的舞蹈 和这个翻跟头的时候 把他的话筒 别在他的腋下 不要放在腰上 放在腰上 他一会掉的 放在腋下 用这个背带 给他背起来 不会出任何问题 随便你折腾 随便你翻 如果你知道 你要有这样大幅度的 你要跟老师要求 老师能给我寄个小袋 我把他背起来 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完美的节目 要真的完美地呈现 谢谢老师 博宇豪呢 真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永远站在那里 不表演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这代表什么 他害羞 他有不自信 甚至有不确定 但是你一上台 就让大家看到 你的爆发力和持续力 这是一个演员 非常重要的素质 我们从第一场 看到现在 最后一场 我觉得博宇豪 是一匹黑马 特别棒 我觉得 他们四位很精彩 用一个多种元素的 一种表演形式 把演的这么古代的 这么一首诗 非常难 因为怎么讲 它不像一般的 那种说跳唱那种形式 他们还有加了一些 舞蹈的技巧在里面 而且动作的幅度 特别大 其实很难 真的 我们从事唱歌的人知道 我们要唱歌以前 我们是要静下心来 把气息下来 那么你跳舞跟唱歌 恰恰是一个反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应该是非常难了 而且这么大幅度的动作 但是他们在整个表现 表演过程当中 就是特别的自然 特别的自然 这两个小伙子 真的是帅气 他们那种气势 这种在战场上的 这种将士也好 士兵也好 这种气势 这种帅气和豪气 全部都表现出来了 祝贺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你们知道为什么 节目组会煞费苦心地 去安排这样一个 小组创演的环节吗 其实就是想告诉你们 华伞少年这个舞台 它一定不是每一个少年 单独展示的舞台 它一定要有一部分 是给一个团队来展现的 所谓团魂团魂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团魂 你们的表演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自然 同时也不乏爆点 同时最可贵的是 没有掩盖任何一个 成员的锋芒 每个人都在发光 我觉得你们的团魂 已经展现出来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团队 加油 其实我刚才给你们 这个分数我给得很高 因为我觉得两点 一点是刚才看似 好像影响有一些 小小的问题 但是考验了你们的心态 没有影响到你们 第二轮的发挥 第二点 就是你们现在 我觉得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风格了 从之前的山河图 和古诗词的这种 运用结合 和现代元素的一种 碰撞交流 成就了你们的风格 这个也可能是 你们想传达的 在这个作品当中 呈现的一种风格 祝贺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 我们有请欧阳娜娜 为我们公布 本组天才结果 根据120位 花菜团天才情况 本组少年获得的 花菜团天才值是 恭喜你们获得了 107个花菜团天才值 哇 那根据八位上线官 专业评测情况 本组少年获得的 上线官天才值是 73.1个天才值 那二者相加 他们在本轮小组 创演中 共计获得 180.1个天才值 恭喜 这么高 下一组压力太大了 恭喜四位少年 接下来请去后场区 准备你们下一轮的节目 加油 好 谢谢老师 哇哈哈营养块线提示您 下节更精彩 让我们进入 抖音华彩时刻 期待这组的少年 华彩绽放 掌声送给下一组少年 本身这首歌它调 其实不太适合女生 所以我们就是加入和声 但是这些和声 其实挺难的 昨天晚上在彩排的时候 音也不准 节奏也不对 词也背不熟 我们是直到今天早上 起了一点点吧 词数了那么一点点 一开始就是我唱 我很怕一开篇 就是给这个节目 没开一个好头 就有一点压力 但是让自己不留遗憾 不要出就是低级错误 对 把这个舞台做到完美 可以了 对 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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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国风光是大雪茫茫 大四方来了一群少年郎 虽然有那扑面的风霜 他们还是傻呵呵地边走边长 啊 啊 啊 哈 海浪水吃些风霜 追赶太阳 心意脱颊 心中的小圈 慢慢的长啊 不经济世神在望 眼中洁白不见有傻 少年郎 一起风发送四方 和天生你在身旁 木人炉火把爱见脸 我身在伦敦 看着月阳楼灯月亮 有个梦换上红妆 在石板上心不飞扬 建立建立一日花 原来无恙 我真的好姑娘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我们都一样要歌唱 我们的歌声就是照亮千路的光 变走变长 并肩流浪 地老天不忘 变走变长 没有方向 幸福的这光 虽然身在小小的姑娘 从小开始水里 把我许多多地方 长大后 住在上海 被一颗小小的出租房 为了她 音乐剧的梦想 是一颗路 越枯燥越漫长 少年做大手 眼神发布 眼神是一样 虽然进去 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 她还是在用力 探索方向 但试着把传统的曲衣 融合灵性说唱 她想让姐妹们的手 一起去发光 彼此增长 是谁也要一调 她为她 好在很多年轻人 只喜欢她的情思妙想 她连你可以依靠 广告示范 只要背着腿 大声的乐唱 在英文出水的魔海很漫长 我们一起 连走变长 行程说 那体体道 今次也远过山岗 放下你呀 期限游向 来我心上 有个时光 一生剩开 火辣琴唱 的元气 无人隐成霜 没什么你眼神带到 胜负的泪膨胀 变痛变长 天满长 你在我心上 变痛变长 还苍茫 灵魂永无暇 变痛变长 明天满长 你在我心上 变痛变长 人海苍茫 灵魂永无暇 人海苍茫永无暇 人海苍茫永无暴 在美光光 还在路上 这在路上 人海苍茫永无暇 江苍茫永无暇 我爱你 你永无暇 我爱你 你永无暇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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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少年的演出 接下来一起进入抖音天才时刻 各位花菜团的藤原 现在我们的天才通道还未关闭 所以你们依然有机会 为你们喜欢的少年天才 五 四 三 二 一 天才通道关闭 有请各位上线官 根据这一组少年的表现 在专业评测卡上 打出零到十分的天才值 来 做个自我介绍 再介绍一下刚才的这个作品 我们是点亮组 我们边走边唱 为爱点亮 刚才这个创意是你们共同来进行探讨 结合呈现的吗 对 因为我们本来拿到的一首歌 它只有就是主旋律 还有后面的边走边唱的旋律 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场演出了 其实我们有很多想说的话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 就是由一个讲述者的方式 开始了讲述我们的故事 打四方来了一群少年狼 我们从追随着自己的梦想的角度 走着走着我们一同来到了这个节目组 我们在一起边奏边唱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 很珍贵的缘分 对 没有很多像酷炫的一些flow啊 或者是旋律啊 我们就是用最真诚 最简单 最直白的一个方式 想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 我们带着大家所有的力量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想要点亮华彩 点亮风骨 点亮未来 边走边唱 其实刚才这个作品 我们也看到 结合了你们自身的故事 包括对队友的一些看法 都融到这个作品当中了 只要心中有梦 前方永远都有光 我是随着时间 然后慢慢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音乐一直都是陪伴着我成长 然后也是后来会 渴望去用音乐去表达自己 所以在这条路上 虽然会有比较困难的时候 也会有不确定的时候 但是我认为就是 如果你看到了这一份 喜欢和热情的话 就继续努力 所以要相信自己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个人非常喜欢点亮族的表演 谢谢老师 刚才他们四个人 一开始的那个和声 就震到了我 变早变长 其实大家听起来觉得 哎呀就是这么一个 但实际上我们从事专业的人知道 尤其在做和声的时候 其实是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 在一起的磨练 他不像唱独唱一样 我随心所欲地去 那么他一定是要有一个互相的配合 那么更让我惊喜的是看到了 有金蕴大鼓 有金句 有昆曲 我觉得通过你们点亮族的表演 能够让我们电视机前的更多的 年轻的朋友们 年轻的孩子们 能够对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 音乐 多一些了解 通过了解慢慢去喜欢去热爱他 我觉得你们做的是一个 功不可没的一个事情 所以今天你们 不管你们今天的结局是什么样 但是我认为 你们能够在这个大的平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向你们致敬 谢谢你们 谢谢袁老师 谢谢袁老师 这个节目呢 确实让我们看到了 在华彩少年这个舞台上 传统艺术 传统文化的 当代化的创新表达的一种 很好的示范 王岳和小韩呢 是戏曲演员出身 在这样的舞台上 说实话 要后劲十足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看到他们 既要保留自己 原来独特的风格 风貌 同时也要跟别人 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你们 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然同时 在跨界融合 创新的过程当中 记得守住我们自己 这一亩三分地 守住自己这一方台坦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这个节目 既让我们看到传统 也让我们看到了 华彩少年这个舞台上 少年气十足的一个样貌 感谢你们 谢谢袁老师 我喜欢你们这个 像一个公路电影一样的表演 你们在说唱里面写的 自己想要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就是你们在这两三个月 没有人会比你们更懂 你们自己的心酸血泪 那我只建议说 假如你们下一次 要写自己的词的时候 既然是一个公路电影 把画面感再给我们一点 你只要写 要写一个小小的出租房 几平米呢 如果是三平米的出租房 然后上下线间 你忐忑着你的梦想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房间 只有这个建议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你们 其实你们刚才呈现出来的 让我们感觉到的 都是向未来奔跑的少年 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不断地奋进 用抖音记录下 你们点点滴滴的成长瞬间 那接下来 我们要看一下你们的天才值 有请吴克群上线官 来为我们公布 根据120位花菜团天才的情况 本组少年获得花菜团的天才值是 九十四个 根据八位上线官专业评测的情况 本组少年获得上线官天才值是 七十点二的天才值 二者相加 他们在本轮小组创演中 共获得 一百六十四点二的天才值 谢谢老师 谢谢 恭喜四位少年 快快去后场区准备下一轮的表演吧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娃哈哈营养快线提示您 下节更精彩 让我们进入抖音华彩时刻 期待下一组少年华彩绽放 掌声送给下一组少年 我感情为了世界里 我完了陪他一场我也忘词了 只有歌 和音就是是最难的 各种转调之类的 确实是很难唱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最担心的就是中间那段 安卡贝拉和最后的那段 和声的安卡贝拉 我觉得也挺难的 大家都真的很辛苦 再去练那个很难 但是就是因为难 所以整首歌就很高 而且所以整个都很值得期待 是真的 我们整个作品其实很完整 我们的五美 我们的五脉真的得期待 接下来有请下一组少年上场 我看见 好 来 好 好 来 好好看啊 我看那个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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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我看那个 这么 stato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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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穿过丛林的夕阳发 你会看到她站在云朵下 竖着全宇宙最美的头发 她是漂亮的梦吗 老家不太看一跳 无论她躲到哪里 总有人爱上这一套的猫 我想呀呀 所以她走了一刻 可以穿过满围满世界的世界机器 猜想到了哪里 一定不会再有强大像东西的梦露发 跟着粉色的乌鸦 尝过丛林的诗人画 你会看到她站在云朵下 竖着全宇宙最美的头发 她是漂亮的梦吗 老家不太看一看 不论她躲到哪里 总有人会想着 有她的猫就像呀呀 你会看到她的梦露的梦露 要看清未来世界里朦胧的一片美 在黄昏来临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当某种声音成为改变气氛的音乐 画而言 染红美好的世界 看高声 温暖了浑身金黄色的人类 所以她造了一个隔壁 穿越到未来世界的时间机器 猜想到了哪里 一定不会再有成大象东西的人类吧 所以她造了一个隔壁 穿越到未来世界的时间机器 才想到了哪里 一定不会再有成大象东西的人类吧 我会来 等我来 好期待 蓝蓝的天空 悠悠轻轻的海 好期待 哪里 哪里的人一定很有爱 没人追赶眼 没有奇怪的陷阱 我能自由自在 爱 爱 爱 我能自由自在 爱 我能自由自在 爱 我能自由自在 我能自由自在 爱 我能自由自在 你 对 此时此刻可以给五美老师加鸡腿 对 没错 也谢谢四位少年精彩的演出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抖音天才时刻 有请花菜团的各位成员 喜欢他们就为他们按下按钮 五 四 三 二 一 天才通道 关闭 有请各位上线官 根据这一组少年的表现 在专业评测卡上给出 零到十的天才值 在这个歌上我们准备了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十分希望得到上线官老师们的认可 好 接下来有请导演上台收集上线官的评测卡 计算总分 不要那么严肃嘛 对呀 机器人当酒了 没有没有没有 来 做个自我介绍 也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大家好 我们是 未来组 我们的口号是 未来 让我在你手中 我们刚才的这个作品的名字 歌名叫做《穿越把猛马》 其实我们这首歌的主题寓意是保护生态环境 有很多的物种 我们现在只能在通过资料和图片 才能真正地去了解到它们 所以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再通过一些资料和图片 才能看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 这个作品是基于霍尊老师的那首歌 没错 霍尊老师的《穿越把猛马》 对 所以要感谢他 把他的作品拿来 跟你们一起来分享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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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时尚 把我们带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我认为这首歌非常有意义 世界需要一种大的环境 而且四位选手 的确都是很有歌唱天赋的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 每个人每个人的应该有的音色 我觉得前面的那个和声的部分 特别特别好 但是有一点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和声的那个部分 就是能听出你们每个人自己的声音了 如果在四个人的声音再靠一些 融到一起的话 效果会更好 但是已经非常好了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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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抱你真心的面孔 那天到早上六点吧 对 那天因为其实我们学校还挺有趣 就是我们借那个录音棚 每个人可能只能借几个小时 对 所以就召集了很多朋友 然后订了最晚的那个时间 是的 然后去完成这个抗议的MV 对 当时就有一起合作 明天会更好 是支持我们那些在前线的抗议英雄们的作品 那今天娜娜正好可以分享一下 觉得她们这个作品怎么样 这个 我觉得这个作品 看起来就非常有未来感 然后我很喜欢中间清唱 就是阿卡贝拉那一段 我觉得这首歌 就从音准再到所有气息 我觉得都非常难完成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表演 对 这个中间的阿卡贝拉的部分 包括最后结尾 我们这个有一些和声的部分 对 我们都是重新去把它们打乱 自己去 把整个结构重新去编排 就可能变子岩睡了个午觉起来 她突然觉得说 她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少 然后晚上我在睡觉前 我突然觉得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再加点东西 然后明天我们又碰撞 到可能今天之前伴奏的还有 打算重新改 然后我们要重新再加新的东西进去 就一直是在一个反复去天才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是的 当我看到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穿越了 我觉得 它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节目 然后它也非常符合未来感 四位的和声也是非常的细腻 然后呢敲到好处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而且他们的歌词也非常有意义 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是 一个既有意义又有想象力 而且又符合主题的一次表演 我觉得非常喜欢 谢谢黄金凯老师 谢谢 好有未来感的节目 你们是从未来穿越来的 对 是的 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 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 掌握在我们手中 对 我作为一个中年人 我还想打探一下 未来的世界怎么样 你们自己亲手创造了一个 未来可期的优秀的组合 为你们点赞 谢谢 谢谢小明哥 谢谢 刚才小明哥问的很多问题 的解答其实就在你们的身上 因为你们有很多的创意 只要能够带领我们更好 不管是艺术创作 所有东西都能够更好 我觉得你们是很有思想的人 这个华彩少年最重要的就是 跟别人不一样的是 你们真的很有想法 你们应该会有很丰富的人生 我觉得超酷的 我很爱你们的表演 谢谢 谢谢 谢谢大老师 谢谢大老师 整个节目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其实这个阿卡贝拉 它里面有很多的顿挫顿音 律动又不太一样 你们还要跳机械舞 你们整个的动作和声音 还要保持一致 我觉得非常非常难 因为难是不太容易完成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们更加优秀 谢谢大老师 谢谢大老师 刚才这个作品看似非常的俏皮 但是我觉得它给我们带来一种深思 就是我们为环保做些什么 我相信如果每一个人少开一天车 我们少用一次性的这种餐具 那也可能积少成多 那我们的身边我们就会发现 北极熊会有更多它站立的伏兵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空气会变得更加的清晰 感谢你们的作品 感谢你们的付出 感谢你们的呈现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那现在我们的天彩值已经出现了 我们有请王俊凯为我们宣布 根据120位花彩团天彩情况 本组少年获得的花彩团天彩直视 106分 根据八位上线官专业评测情况 本组少年获得的上线官天彩值是 74.2个天彩值 两者相加他们在本轮小组创演中 共计获得 180.2个天彩值恭喜 恭喜 祝贺你们 恭喜四位少年 接下来请去后场区 准备你们下一轮的节目 加油 四组16位少年的第一轮的创演已经结束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娃哈哈营养快线天彩榜 来揭晓本期少年们的天才之成绩 没想到第一轮结束之后 我们和未来组织相差0.1分 这对于我们两组少年来说 个人修的发挥变得更加重要 我们在个人创演之前 除了今天在舞台上上线的这些少年们 刚才和大家见面了 不要忘记我们身后 还有未上线区的少年们 那今天我们的上线官将拜着他们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我们欢迎他们好不好 首先有请上线官戴全 谢谢 君不济 神高与神不知是 举杯 看完这个节目 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没有上线又如何 今天是你们在这个舞台上 最后一次演出了 但是未来还有大把的机会 无数次登台的机会 但我觉得你们表现真的棒 这首歌你们本身就有戏曲的元素 我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能跟两位专业的演员合作 因为他们这首歌 才是原本应该拥有的样子 然后想说说朝阳和一行 弹钢琴 自己扒的袋子 一行也是 吉他也是自己完成的 就是非常非常地难 然后唱得也很好 我觉得歌曲不重要 音乐不重要 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 我们几位少年们 无论走到哪一步 就像我今天 我永远忘记不了 我第一场比赛唱的第一首歌 我觉得永远不要忘记 今天这个舞台 不要忘记我们的 华彩少年这个节目 佩宇老师 您一直不是说 要看到冯胜和苗苗这个 伴上演一出 这次他们伴上了 你为什么不办戏 我从第一次出舞台的时候 我就着急 我说咱们唱戏的 最好的就是伴相 你伴哪 你开什么玩笑 你现在就淹没了 你知道吗 急死我了 这个戏曲演员 最终不管跨界融合学习借鉴 最终还是要回到本来的舞台上 扮上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冯胜找到了那个自己熟悉的冯胜 举手投足之间 极有自信 苗苗 声音那么好听 扮相这么俊美 你不仅仅可以扮花旦 也可以扮青衣 可以唱京剧 也可以唱昆曲 是一个多面的戏曲演员 所以我觉得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感谢华彩少年 给了两位京剧演员 更多地展示自己本来功夫的 这样的机会 好 谢谢 谢谢 特别感谢这个舞台 其实我来这突破特别大 因为我从小不知道 我还能唱歌 还能跳舞 然后一直在这个舞台上 展示的都是自己 就是在突破自己的一个挑战 然后今天终于 扮回了这个状态 我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 就觉得 嗯 对了 还是那个我 我没有忘了初心 嗯 特好 今天终于扮上我自己的老本行 感觉找回了自信 之前都是表演一些唱歌之类的 今天终于做自己专业的事情 感觉非常的开心 对 还是那样的不善言辞 一行还有朝阳有没有想分享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也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呈现 因为我从出舞台的时候 就是开始表演我弹钢琴弹唱 在第二次创演的时候 还是融入了键盘这个元素 我就觉得王培育老师说的特别对 就是拿出你最本行的东西 就是最自信的 我想说我华彩少年杨昭阳 今天在华彩少年的舞台 键盘系终于毕业了 谢谢昭阳 老一好 说实话 昨天彩排的时候 然后就不太敢唱 因为原唱在旁边 然后怎么敢唱 然后其实我之前就一直挺喜欢 戴选老师的歌的 圆满了 好吧 谢谢 开心就好 他们在后台等了很久 两位已经头非常疼了 所以赶紧到后台 赶紧休息好不好 可以掀头休息了 好 再次掌声送给戴全 和我们的几位少年 谢谢他们 欢迎大家收看 由抖音APP独家冠名播出的 首档台网互动国风创演节目 上线吧 华彩少年 打开抖音APP 记录你的华彩瞬间 欢迎来到《上线》的 变霸华彩少年毕业典礼 毕业了 真的不会吧 每一个人都完成了一次 非常华丽的蜕变 无论今天最终结果如何 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 华彩少年